廉政公署在去年展開逼草行動 倒破一個非法外圍賭博 打假球的貪污集團 廉署在調查期間揭發 有人透過賄賂 操控本地足球賽事的賽果 並在星期一進行執法行動 抓了12名男子 年齡介乎24至54歲 當中涉及一支港超聯球隊的主教練 以及兩名球員 在他們加入了球圈之前 其實本身已經是認識 亦都是襲染了一些賭博的習慣 外圍賭博的習慣 他們透過加入了這個球圈之後 嘗試去拉攏另一些球員 想去令到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賽果 然後去在外圍賭博賺錢 所以我們相信他們想去做這個行賄 受賄的動作 並不是一個非常之有組織性的行為 亦都不牽涉到球隊中的管理問題 廉署亦在調查發現 涉案人士的貪污勾檔 涉及21年起三個球櫃 每名參與打假球的球員 每場賽事可以獲得賄款 由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 各被捕人士已經獲准保釋後查